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的算是爷爷 他其实是做以前叫陶醉的 对 所以有耳濡目染的那个整个 有到设计啊 工程啊 有时候会看到比较多的案例 可能这样子的影响这样 所以就有当时候有建筑系选择 好像是一种选项这样 对啊 当然就是刚好落在这里 所以就进来 当然学习的过程就发现自己非常有兴趣 所以就越学越有兴趣是这个缘故 而不是真的一开始就立定要走建筑 并不是这样 对啊 因为其实就很多学科来说 东海建筑其实是 它的学习历程应该是还蛮特别的 就跟一般人那种 蛮艰辛的 怎么说 蛮艰辛苦念建筑这样 我想各个学校都一样 但是我们那时候更恐怖这样 就是几乎是每一个礼拜要上三次的 我们最可怕的设计课证 对 三次你就知道 几乎就一个礼拜大概只有三个小时 礼拜晚上可以休息一下 几乎都没有睡觉的那种状态 是是是 念建筑差不多了 对 我有去那个 就是还在念书的时候 有跑去那个建筑系馆 就是那个 那时候有建筑系的朋友 我看他们几乎是把那个 他们建筑系馆 就是他们的工作桌那边 几乎就是他们 吃喝拉三碎都在那里了 我们还搭帐篷这样 在那睡觉 对啊 那其实在 就是这个学习过程 感觉起来比像我们这种 念中文 其实都觉得 哇 那个好难想象 好辛苦 那在熬的过程当中 是什么时候熬出兴趣来的呢 大概就是 突然间发现 那个建筑里面 有非常美妙的事情 就是那种对于 跟人的关系 跟社会关系 突然间发现 他不是我们想象的 就是只是盖房子 那大概就是我到 学到可能大三以后 突然间发现 建筑的面向是 非常没有固定答案 可是每一个的探索 就跟人的关系啊 跟他的社会性啊 然后他的技术层面啊 每一项都好像非常值得 再深究下去 我发现他是一个 好像永远都可以激发 我好奇心的一个行业 这样子 当然很辛苦啦 但是那个辛苦 突然间发现 里面的知识是吸引人的 对 而且他的那个知识 又兼具理性与感性嘛 没错 因为他既要要 有那个设计的美感 可是他在建构 这些美感的过程当中 又要非常有理性的结构 这样 所以你后来到 那个哈佛大学去念的 这个设计 是设计学博士吗 对 对 那能不能跟我们聊聊 那在哈佛念设计的 这一段过程当中 当年在台湾念书的时候 那个就是求学的方式啊 或经验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这个求学的经历 有没有会影响到 你后来回到台湾啊 开始从事教学的工作 其实那个非常不一样的经验 因为台湾大概 特别是大学教育 基本上还是 我会用一个叫做蓝领阶级 就是说 他还是在训练说 可以 可以 可以接上职业的某种建筑专业的训练 他有很多基础知识 所以你就必须不断的手脑并用练习 这样让你纯手 让你出去有机会 真的做一个建筑师的 当然刚开始 还有很多事要学 但是在 像美国的教育 特别是硕士教育很不一样 他也不管你这样 就所有东西都是你自己挖出来的 你必须自主对于知识的好奇 然后所有的知识 几乎老师 反正就是抛装领域丢给你 当然在哈佛大学都是请最好的老师 然后那边的同学是最厉害的同学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每一个人都有做 他自己的独特性跟做事的方法 这样 然后精英汇集 那所以他们在这里面你会看到是每一个人好像都在挖属于他自己的一种特殊性 那个创新的差异性 这样子是每一个人 那我念的其实是一个叫数位媒体与生产环境 然后这一个program就我硕士 其实我硕士就去念了 然后会发现说他们开始就建筑 我们就开始我的学习的那个program就开始把建筑跟这种科技 想办法在那个时代 其实大概在2000年左右 那时候其实一个网络 我们讲网络帕 我们其实是网络的探索的巅峰期 那时候各个领域大概都希望说 一样那时候就在进行这个叫数位转型的这个内容 所以我那时候就把科技创新 那时候其实我是台湾 可能台湾第一批开始做什么AR VR 然后跟网络跟建筑的关系的探讨的 很第一波的 然后那时候也在麻省理工学院 修一些非常技术性很有趣的课程 那我想这个东西就会发现 原来建筑还不止这样 事实上可以透过这个技术的创新 跨领域的结合去找到一些 新的认识建筑跟做建筑的方法 对因为其实2000年左右 我刚好也是在做类似的工作 我在一个3D动画公司 然后我们那时候用Maya去把故宫盖出来 没错没错那大家都在用Maya 建筑界也是 建筑界也是Maya 是是是 所以后来毕业的那一批人全部都去好莱坞了 没有回到建筑界来 是真的有大概五年十年是这个样子 对因为我们公司那时候那个数位设计师 大概也都大概三分之二都从美国回来的 然后可是我在看盖的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这其实好像在做建筑设计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痛苦的是 他们对于建筑结构 因为Maya其实有点像捏泥巴 听他们形容起来 非常动态的 对但是他们其实对于建筑的基本结构不了解 所以他们在弄那个建筑的时候 其实会很痛苦的 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那在这个后来在哈佛大学念完书之后回到了台湾 那就是为什么没有选择去就是当一个建筑师 而是回到校园当中呢 其实那时候有个机会留在美国 因为我后来那你就做 其实我开发了一个可以远距互相做设计的软体 是我的博士论论 对那所以那时候的指导老师里面有一些 我不知道你有听过叫autodesk公司的 有有有有一个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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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公司 有有有有有有的公司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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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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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所以我那时候是有机会留在美国到这些大公司的研究部门啊或者是研发部门 那可是当时候刚好学校有一个机会就是 他要開一個叫媒體中心 那時候確實全台灣也是一個潮流 在學校裡面希望跨靈 去整合很多藝術啊設計 然後也成立一個媒體中心 希望我回來幫忙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機緣 所以這邊有老師 就直接打電話到美國去邀請我回來 所以那時候也覺得 美國也待了可能第七年 覺得也差不多是應該轉換 台灣那時候剛開始 所以我覺得是有一些機會 但我也喜歡教學 然後跟學生有互動這樣子 那時候在跟學生在那邊互動的時候 因為回來是到那個所謂的媒體中心 還不是到建築系還是 剛回來第二年 我回來就在建築系 建築系就開啟了說 我開始用一些數位的方法 帶到建築系 就開了一些課 然後也在我們在院 我們現在後來有一個叫創意學院 對裡面常常在跨領域 讓不同這種藝術設計背景 工業設計美術系這種 開了一些課 讓他們也可以接觸到這種 比較數位的方法這樣子 對那時候建築系已經還是在 我不知道因為我年紀比較大 我到時候到建築系館是看 他們還拿著丁字詞在畫圖 沒錯沒錯 那我們還是有一個 我們叫discipline 就是還是有一些基礎要回 所以我們通常到高年級會讓他們去接觸這些 比較新的方法學跟工具 還是有一個順序 那所以回到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以東海建築系來說 那時候對於數位的應用狀況還停在什麼樣的階段 其實我們一直是因為我們一直自詩我們有人文傳統 所以數位又感覺上它那個創新好像又非常技術性 所以一直以來我都會希望把那個數位的理論啊 思想啊 哲學這部分跟人有關的跟技術可以結合在一起 比較可以融入我們原來的那種非常人文的底蘊的這種建築教育裡面 所以我不會去強制說 你一定要給我用數位一定要會這些技術 所以也會被說啊那我推數 在學校推數位這麼久怎麼沒有很厲害的數位的 事實上這是一種抉擇 因為我是覺得說這種技術的東西會不斷的更新 你要知道它的邏輯 但是最重要的你還是作為一個人 你怎麼去看待它 所以事情更加的重要這樣 是因為我覺得那時候在在學這些電腦程式的過程當中 因為我們那時候真的是活生生是 我們那時候還是五又五又四分之一的那個軟碟 要開機的時候有個開機碟 對你還用過那個floppy disk 然後我永遠記得第一堂電腦課 就老師就是那時候我們帶我們學校很call吧 就只弄了一張開機碟 就是說每一排共用一張開機碟 就老師就發給每一排的第一個這樣子 然後就說那你們開機 然後把碟片傳下去 然後等了十分鐘之後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還沒有輪到我 然後就跑到第一排去看 因為那個同學很害怕 不敢把軟碟塞進去 不知道怎麼辦 那所以在你 我在想說當你那時候回到台灣的時候 看到那個學生在碰觸這些 這些所謂的數位的軟體的時候 會不會有有點那種類似的感覺 他們還是不是那麼熟悉 但很害怕去面對這一坨未知的東西 是 我會認為說他們在學習一個新工具的時候 通常都會被工具綁架 比如說學生就是軟體因為不夠熟悉 或者是覺得建築就應該是那個樣子 所以老師一直在畫盒子這樣 所以一個盒子就一個盒子 那個對於不如用傳統的做模型的方式 好像做出來的東西還比較好 比較有趣 那用數位好像都是那些指令 能夠畫出來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的工具不成熟 所以那時候還沒有物件導向 還是用寫程式的方式了嗎 沒有那時候沒有程式 但是就是下指令 就是那幾個簡單的指令 畫出一些非常簡單的東西這樣子 那叫做數位其實從現在的角度來看 那個其實是一個非常 就是只是拿來用別的方式畫圖這樣 對對對 就沒有辦法刺激思考 所以在那個年代事實上所謂的數位 事實上是非常的基礎 然後很難推這樣 對 那這些那時候在數位設計 在建築設計當中的應用 就是你快談談這個數位構築的看法 還有未來的一些發展方向 大概還會走向哪邊呢 我覺得數位會朝幾個方向來走 如果說跟人跟環境跟建築有關係 第一個當然就是 就是現在的很多的人跟環境 我們環境叫做就是物質性的 就是有材料你有五感 你可以碰觸它 可是數位就是說 它可以把一些看不到的風光雨水 那是看得到 但是它其實是有一些背後 有一些數據冷啊熱啊 它是可以量化的 甚至那些量化風在吹啊 往哪邊吹過來啊 這種不可見的環境條件 它透過我們現在的AIOT 我們叫物聯網的技術 它可以很容易蒐集這些數據啊 所以這些是不是能夠在做建築設計的時候 可以考量到 我們這些所謂動態的環境條件 是不是有可能跟人去建立一種動態的關係 所以這個是一個方向 就是可能是跟智慧建築比較有關係的 那智慧建築我們現在都會覺得它是一個設備系統 然後我們讓它很聰明可以管理能源啊什麼 事實上它更可以去建立一種人跟環境的關係 因為這種物聯網的介入 我們可以蒐集感測這些環境的資料 然後變成可以回應 我們是不是可以進來可以變得更舒服啊 然後可以讓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有更有溫度 透過一種數位的介入 這互動性變得更好 另外當然就是設計流程的改善 現在的那個演算法跟AI 已經這幾年的出現 大概可以見到說我們的設計生產的 就是建築師在做設計的時候 可以讓流程更加的有效率啊 然後讓本來可以只是一個禮拜 可以做三個建築方案 我們突然間一天可以生三百個方案 這種啟發 那是不是能夠品質也可以提升這樣子 所以這裡面大概就是一個效能的問題 所以大概會有幾個這樣的大方向 對啊 我想說這些東西的改變 其實這些零零種種的改變 其實發生在也很早之前 我記得大概也是在2000年左右 其實我們開始利用一些sensor 去做一些智慧住宅的一些感應 其實那時候我們對於這些 這些的改變其實還蠻大的擁抱的 我簡單來講就像那個車道那個智慧 那個感應的柵欄一樣 以往我們都要聘請一個管理員就是 就站在那裡 對 就在那裡才能解決的東西 現在有時候你也會不好意思 或是有時候你就覺得說太晚回來了 然後有些不方便的地方 可是現在交一個sensor 你就可以上來打開你就進去了 某個程度大大的改變 對於環境的一個便利性 或者說那種感應式的門卡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那時候大家開始嘗到甜頭了 只不過說現在數位的一些發展 好像是越來越超乎大多數人的想像 所以開始有人對於數位產生一些莫名的恐懼 會嗎 是 是 是 因為當工具走在人前面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他有時候常常 技術發展會脫離人性 或者是讓人的本能會消失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我常常在跟學生講說 那個其實數位其實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身體能力的延伸跟放大 我常常以那個媽祖廟那個牽力 跟順風 兩個以前叫做神力 會看得很遠聽得很遠 我們現在每一個人都是千里野跟順風 透過科技 那個其實是一個我們身體能力的延伸 有一些人認為說我們身體能力的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作為人最核心的這個部分 我們不要科技來延伸 不然就很害怕 就是有一些科技的一種恐懼感 會來自於說是不是人文的這個部分 人的作為一個人的思想 他身體的一些對環境的能力 全部都被剝奪跟弱化了 所以這個部分是會恐懼的主要的原因 對 然後也擔心 萬一有一天就是沒有電了之後 我該怎麼生活下去 會有那種階段 就是完全沒有科技就是神業失能的狀態這樣子 對對對 我覺得這些事大多對於這些所科技啊 未來啊 想像當中的恐懼最主要是來自於這些這幾個方面了 不過聊到這邊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稍後再回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歡迎回到寶島新故鄉的節目當中 只是我覺得有時候那個心態反應的過於激烈 你反而去推遲了你去 你讓數位來服務你的機會啦 那不過我們現在在看到 因為其實我之前自己一直有一些經驗是 學校招的軟體跟實際上我們出來社會在公司用的軟體 往往都是不一樣的 我不知道這個在建築物建築系裡面來說 這個還是有差距的嗎 目前還是會有 因為在產業界 我們在建築系事務所我們最多畢業生會去的地方 大概還是以生產為主 可是我們在學校還是以啟發為主 這兩個要用到的軟體它的工具就不一樣 功能就不同 像我們在學校就會用到Rhyno 這種比較多可以對於這種不用定義那麼清楚 可是對於造型啊 然後對於這種空間變化的彈性 它會比較讓學生可以做出新東西 不一樣的東西 獨特性的東西出來 可是在業界就是所有東西都定義的非常清楚 我們叫BIM 就是像Revit Archicad這種比較生產的 它就必須把這個柱子就是柱子 牆就是牆 樓板就是樓板 門就是門 所以它必須要非常清楚 你才能把建築蓋出來 所以這兩者之間 當然我們在學校也會教這個東西 但是那個就不是我們在做基本素養 建築素養的教育裡面的重點 因為那是一種生產工具 我想說在學校就大概知道有這樣的東西 摸過這樣的東西 到師傅所再去學都來得及 因為在學校的生產的主要的目標邏輯 跟師傅所要蓋出來的邏輯 還是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那我不覺得這是一定是不好的事情 就是不同的階段 對啊就是你在少林寺總得先練那個什麼委託長 內功要先練好才會很多的外功 自然會有些招式出來 後面才能練七十二絕技 那你好像在學校參與一個環境智能設計的產學共創中心 那這個數位轉型是如何的落實下來的呢 然後有沒有一些碰到一些挑戰 是大概學校 東海大學這邊大概在四年多以前 就成立一個人工智慧中心 那其實一開始是跟榮總合作 在做智慧醫療 然後後來跟那個我們叫板筋業 有很多的製造業合作 有一個智慧製造的部分 然後後來呢第三個就焦點就聚焦 那建築是不是也可以透過這種AI數位的轉型 做一些什麼事情 所以就找到我去來成立一個叫未來事務所 那在這個智能產學共創計畫 其實它有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教育 我們其實在我們在學校內部就把它叫做光點的計畫 光點計畫就是我們找出一堆 我們現在是大概是建築啊景觀啊 然後美術音樂這樣的學生 他們有一些基本的創造的素養 可是這個導入的特別是類似AI啊數位這些新方法 能不能讓他們的創意跟想像變得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計畫其實我們會運用到這些新的數位方法去探索 特別是讓他們問那有沒有新問題 那你做創作的方法有沒有新模式 那這個整個教育的計畫就是這樣 那我們上一學期就辦了一個展叫做未來事務所 的一個主題的一個展覽 然後我們那時候我們第一班 最後本來有二三十個人修 然後到第二年我們是兩年的課程 到第二年就是陣王到剩下九個 因為其實我們雖然只有兩學分的選修課 可是事實上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在上面 所以要非常專注跟有熱情的學生留下來 然後他們每一個人都提出了 他們都學了深層式的AI 因為大概一年多以前開始 突然間好新奇的工具 他竟然可以無中生有 你給他一些白畫紋給他 他就有一些很有趣的設計產出 影像的產出 所以但是這裡面就會挑戰他們的問題 就是說好那你現在已經能夠 你想什麼就什麼都跑出來了 那真正你要問的問題是什麼 所以這個就變成整個課程的重點 所以那像有我們有一位很特別的音樂系的學生 他想說他們音樂的專業領域裡面 所謂作詞作曲這些事情 是不是專屬於音樂人 你一定要有一個素養 不是現在像Suno這樣的工具 他就可以說我給 比如說他就他的提案非常好玩 他就說我給 比如我們有全校有33個系 然後你有法律系 你可不可以用你的法律的課本裡面的關鍵字 那些概念寫成一首歌 然後所以那個曲風跟那個詞 完全是一種非常另類的 那是非常有趣 因為以前是音樂人 絕對不會跟法律人合作 去做一個完全跳通的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他在問問題 就是說其實重點不在這件事情很有趣 而是他所刺激的一種新的問題 跟有可能新的用法是什麼 都不在我們傳統的分科的專業裡面 所以這個才是真正的重點 對啊 因為很多念中文系的人都很擔心 這種深層式的AI出現之後 尤其是CharGPT 因為它最主要就是Output Input 都是文字嘛 所以一些中文系老師會很擔心被AI取代 可是其實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一直有個感覺是現在 在下個世代當中你的中文又要好 你的提示語什麼才會說得更完整嘛 才更精確 我反而覺得中文變成另外一種城市設計的語言 應該也是有這樣的感覺 再來就是在這個建築數位當中 它的數位轉型它面臨的挑戰 或是它會影響到一些建築的設計會是哪個方面的 譬如說我就在想一件事情 現在因為缺工的關係 很多建築師也開始接觸所謂的預柱 那預柱都比較是一個單元一個單元的去結合起來 那會不會以AI或數位軟體來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預柱這件事會變得更簡單 用在建築設計會變得更簡單 沒錯沒錯 就是說其實建築 老實說它是一種複雜規則的集合 它其實是有一定的模式 雖然它建築生產過程還蠻複雜 因為它有業主的需求政府的法規成本的限制 有社會的期待等等的 那可是也因此它的複雜性讓如果你用人力來做 事實上它就是一個比較要花很多時間去統合它 所以你只能在一段的時間裡面 只能做很相對有限的方案 能夠滿足那些基本的需求 因為它太複雜所有條件都是衝突的 也因此它就比較保守跟緩慢這樣 但數位進來其實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有沒有辦法把這些所謂的複雜條件給數據化理性化 然後有辦法把這些的判斷 因為AI是可以把複雜的問題 它可以一次的把它做整合性的理解跟生成 所以有可能我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有點類似這樣 就是把所謂的建築法規 把那個需求書丟進來讓ChatGPG讀出裡面的一些 會跟設計有關的重點跟數據是什麼 然後跟BIM就是這種3D的軟體生成的這個結合在一起 它能不能就是產生一些至少初步合宇的各種可行的方案 所以它就有可能跟我們就把它模組化 所以這些模組化的叫做BIM的原件 它就有可能跟您剛剛講的 就是跟後面的那個蓋房子的預柱的原件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那是不是在這裡面就很容易把我們從設計端 到這個畫圖的這種設計的圖面的生產跟最後的 銀件的這部分的材料整個工法等等完全結合在一起 這個所謂的數位的流程的一致性跟串連起來 會讓整個產業變得更加的效率 所以這個也可以提升它的品質 因為預祝它的品質就可以在工廠控制好 所以因為數位可以去知道它的這些材料工法的屬性 成本多少都可以事先在設計階段就可以知道 因為它是算得出來的 所以這裡面就會非常的 我相信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契機 全世界也都在探索這樣的事情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就是我知道玉柱或 或者對於玉柱工法的一些理解 其實是來自一位江樂鏡建築師 是 他一直在討論這個事情 但是你知道江樂鏡建築師是一個完全不會用電腦畫圖的人 他還是用手繪圖的人 他很 不過他很open mind的 他跟何振華 何老師合作 他就用那個RINO那個軟體 事實上裡面有一些叫參數化設計 去設計的 共同設計的一個小學 對 我就覺得這個其實對於這些 很多很多東西其實數位那個速途同歸的 就是他很多思考 當你到解決這些一些矛盾跟衝突的時候 你可能想到解決方法可能是同樣的 以前在拆解問題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那個以前的叫做演算法 必須把所有的條件寫上去 以後他就一個一個去Check條件 合不合得 然後就出來那個結果 这样的结果就是万一有一个 一种逻辑跟另外一种逻辑的条件 像冲突的时候 比如说你的法规 就是跟你的那个 设计冲突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最后都通常都是牺牲掉吧 对 可是通常你不 可能人脑的知识经验有限 他很难想出 可能有想出三个方案 算厉害的建筑师 第四种第五种甚至上百种 在同样的那些冲突 看起来是冲突 是因为我们的经验 可能不足 可是证诊识AI并不是这样 他会尝试大量的可能性 因为他的资料 不比我们人脑大太多了 对对对 他其实是乱世 可以说是在各种的可能 底下去乱世 试出突然间会跳出一种 我没有这样想过 叫做突变 所以我们人能够突变的 就是你跟你的经验 跟什么 就是那个限制蛮大的 所以证诊识AI 他就是因为他资料库很大 对 所以他的测 他的尝试的速度也很快 我们叫迭代演化 所以找到那个突变的解的 那个可能性就更大 所以这个 他就比较会在一些复杂条件里面 比较容易去找到一个 合理的 可备的解决方式 这样 那其实 其实我就觉得 这又牵扯到很多 在做设计 或者像我们在做 中文创作的时候 一开始我们大量的阅读 其实就是累积我们的资料库 然后当我们的那个资料库 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好像可以变出来的花招 就越来越多 就像 我不知道 我碰到很多设计师 他一开始 一开始他对于他的土地的训练方法 就是 想办法抄 但是你要抄的好 对 要抄的比原来更好 对 我就觉得 其实超好 在某一段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 超好 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方式 对 那其实对于 对于AI来说 就是他的 资料库里面 有太多 呈现上文的案例 可以让他抄了 所以他就变成 他可以 感觉上他比 人来思考来 变得更便利 是吗 其实AI的本质 就是那个 对 他就是一个超级会抄的 因为他的资料库是无限 所以人看到他的结果 以为那个是一个独特的东西 可是事实上 他背后就是 已经是曾经出现过的 那另外一个观点是说 甚至AI是把它 它不同的 类似的语言 可是把类似的语言 放在一起 就变成一种陌生的语言 你就以为他是创新这样 它就是排列组合的不同 各种排列组合 所以这个是他的 非常专场的这样子 对 对啊 那在 因为你也到国外去看过嘛 然后在 那你 就你此时刻你发现 国外跟台湾本土 在建筑的数位转型上 他还有没有差异 然后差异大概会在哪个方面呢 还是有啦 因为台湾的专场还是在 就是 Cost down 然后都非常注重在时间内 你要做到 那个最有效力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那这个 当然有优点是我们的专场 所以我们就会有台积电 很会做这个Cost down的事情 做到制造工艺的这种最优化的事情 可是一谈到说更高价值的那个 思想创新的时候 就是那个毛利率可以到百分之百的那一种 就其实都是你是不是做过不同 跟以前的路径完全不同 那这完全不是Cost down思维 是刚好跟Cost down思维是完全相反的 一个路径的时候 那个就是不是我们的专场 所以等于说 是不是台湾在台湾跟国外的不同 我是觉得说 那当然我们讲国外常常就会 就是落在说 哦是美国 因为我们可能对西方最熟悉 那他因为我在留美 我发现很不同的是 他们可以比如说让一百个 一千个人去九十九个人失败 他只要一个人成功 那个人的成功所带出来的 这种创新的效果跟产业的规模 就远远可以养活那九十九个人 台湾不行啊 台湾就是八十个人都得成功 养活那二十个人 所以他就相对的会比较保守 对对对 那个是整个文化的不同这样子 对而且那个老板在资源分配上 就是说你问每个老板 要想办法创新 每个人都说可以 那如果花个十块钱 就是原先你的那个总预算 来十%二十%来做个 做个创新的尝试的话 然后每个都说 好好好我们来做 可是殊不知 但但他有一天他发现 创新可能要花费掉 原来两百二十的 他的预算的时候 他就说我不要了 我就是好像在台湾的 因为之前太少在做 因为其实 在某一个某一段时间 HTC算是一个世界新的品牌 可是没多久也是在 就是在整个科技快速演变当中 也就也就云落了 那我觉得创新有时候 他真的是 没有那 如果创新是 我觉得创新要往 他往创新之路是一件 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要创新成功 有时候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是 所以你要不断的失败 那个失败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而是 就是在那个失败当中 去看到 这个是不成功的方法 那我就不要往那边走了 对 可是那个成本确实是很高 所以他其实是要某一种环境 才有办法去造就那个创新 所以台湾的优势是优化 所以我们会把一个 可以用的技术不断的升化 让它的效率非常的高 这是台湾的专长 当然我们也可以往这个方面发展 但是就是说 对于那个成熟的技术 它的可应用性 是不是可以用在不同的领域的思维 我觉得有点点被限制住 我是觉得 我们除了会优化以外 把我们继承的优化的一些 方法或知识 可以用在不同的领域 事实上就会出来 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样子 对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 那你来看待现在 此时此刻的台湾学生 你会不会觉得 他们会产生一些 全新的可能 因为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就是数位原生带 就是手机 AI这些东西 老师我们都 以文学院来说 我们都觉得 不用太仔细教 他们甚至很多学生 可能比你还更早 就接触到这些东西 然后呢 所以他们 会不会就是在 驾驭科技这些事情 会比我们这些老子 其实强很多 然后会产生出 不同的学习 或设计的思维出来呢 你觉得 是是是 因为我们是建筑系 其实就是一种 思考的教育 所以我们的教育 基本上 不是在课堂上 站在那里讲继承的知识 我们都是一定是 互动讨论 但是我们会说 我跟你辩论 这样 你说服我 你的房子 为什么这样叫好 然后老师跟你讲 这样不好 这样不好 然后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对话 然后最后 也许有一些是好的 老师没想过 那我们觉得 咕咕拍拍手 这样 然后当然老师 比较有经验 所以可能有八成 说这个可以 你就改一下 这样更好 所以这样互动的过程当中 彼此找出一个 可能更好的 更有创造力的答案 这样 可是倒回来 就是说 那这个数位原生 所以我现在在教学 我已经都不教 基本上不教技术 我就跟你讲 现在我会了解一下 最新有哪一些东西 你可以去用 你就自己去学吧 玩YouTube一大堆 你自己去找 但是回来 我要跟你看你的成果 我要跟你讨论 你用这个东西 是不是用的对 用的好 那你告诉我 你跟他怎么样 相处的很好 你学了他以后 你得到了什么样的 新的可能性 我都基本上 都在课程上 跟学生讨论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说 学校是不用去急着 说我丢很多的新技术给你 只要让他知道 社会在发生这些事情 他可能会改变世界 然后要他去自己找到 那一个 因为这个新技术 所以他们的答案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对于年轻人而言 是可能可以更 跟他们原来的经验 跟他们发挥 他自己的一个 找出自己的答案 因为说实在 现在技术也变化很快 我现在一个月前 学的AI技术 跟一个月后 现在又不一样了 所以我很难学新东西 所以我就放弃了 我觉得的确有点追得 有点疲倦的感觉了 不过我觉得 好像透过这些 如果说能够善用 这些数位工具的话 他们视野的边界 可能会跟我们 真的会很不一样 不一样 对 然后到这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再回到 我们的节目当中 欢迎回到 报道新库箱的节目当中 我是Amos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 节目当中的是 邱昊修老师 来跟我们聊一聊 什么是建筑的数位转型 那好像老师有曾经提过 说那个建筑不应该只是建筑 应该具有些社会影响力吗 那不知道说你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你觉得这个影响力 应该是什么 我是这样看待建筑 因为我们一般人 想要建筑就是盖一栋房子 可是事实上它的 我说它的本质 其实是如何人跟环境 是有一个好的关系 那建筑是中间的中介 然后它容纳生活 容纳你怎么样透过 这个建筑去跟环境 就是各种环境 有一个好的关系 如果这个是建筑的本质的话 那我说的社会影响力 其实是说 那如何透过建筑的定义 并不是说盖房子 也是说你的思考过程 跟甚至你在设计的过程 或是在跟业主讨论过程 甚至他被盖出来以后 跟环境的关系 是不是能够有 我们常常用一个叫公共性 就是你那个公共性 对于社会的影响是什么 即使你盖你自己的房子 你跟那个环境会被看到 所以你说原来 你的建筑能够跟土地 是那样的关系 跟自然是可以是这样的 好的关系 那所以他其实是不是 你只是自己把门关起来 然后很舒服的那种概念 而是说他其实是 因为我常常在讲 建筑是一个社会的产物 所以他其实就是我们人 如何看待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自然环境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的能够举 如果要举一个例子说明的话 其实我最近在做 我在2002年完成一个 算是一个Prototype 是一个建筑的原型 叫做智能种植物 事实上就盖在我们AI中心旁边 他有得到2022年的 那个日本月亮设计奖 那其实我就用那个一些 我刚刚讲到物联网的技术 我甚至是想说 那房子为什么一定是一个 很硬邦邦的一个壳这样 那所以我就跟跨领域 跟我们学校另外一个 我们副校长 他在做那个绿藻的研究这样 就是生殖能源 那我想说 绿藻其实有很 它其实是自然界植物 植物里生物里面 好像带食堡生物 对能够吸收那个二氧化碳 就是能力大概是一般植物的 大概20到40倍这样 所以那其实植物非常有趣 这是自然界的植物 跟我们人刚好机制上是一个相仿 是一个互补的共生的关系 没错 我们吸氧气突出二氧化碳 他们反过来 所以那个绿藻刚好 那绿藻如果是自然界里面 就有效能 所以我把它拿来 跟建筑结合在一起 如果我设计了一个建筑立面 就是用绿藻在跑 然后它可以吸收 吸附这个那个 二氧化碳 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这样 所以它可以净化空气 然后它的吐出来氧气 那我在室内就装了一个sensor 就是说如果人在使用的时候 当然我们在一个房间里面 久了我们的那个 二氧化碳含量就会变高 你就会觉得不舒服 对 会头晕这样 所以如果它侦测到你的含氧量不足 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的时候 它就会把绿藻吐出来 氧气吐进到房子里面来 所以其实是做一个交换这样 这好像一个生态的新风机的感觉 对 所以其实就是把自然的生态 转变为跟人 可以有一个积极的动态的关系 那所以其实现在这个 我说运用到科技 这个其实这样的一个想象力 虽然大家都对建筑也许说 这个能行得通吗 事实上很多厂房都已经在这样做了 就是就养殖大面积的绿藻 然后拿来做减氧减碳ESG这个事情 这样 它的量够大 它的减碳量 事实上是非常大的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建筑如果有个社会责任 对 那你怎么样利用各种的方法 可以把你 我们因为盖房子 因为你在房子里面生活 所制造出来的 在营建过程里面 在使用过程里面 所造成的一个社会的 或环境的问题 那你能不能把它视为是 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常常住得很舒服 其实他都不管这样 那我也觉得 这个是一个社会责任 所以所谓的社会影响力 你要知道 你在建筑师要知道 你设计一栋房子 对环境有冲击是什么 你能不能用 你设计的知识 能够去面对 那样把问题当问题 而不是只是完成一个 我有几房几厅 然后可以卖得出去的房子 我觉得这个 是从开发商业到建筑师 我觉得这个社会责任 这个永远 是应该要放在心里的 对 我常常说就是台湾 像台湾这个城市的长相 其实建筑师应该 服一部分的责任 虽然我在跟建筑师 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都说 那是业主要负责任 业主给他们框架 他们负不了责任 没有 但是其实你真的是 每个城市的长相 真的因为它是用 一栋一栋建筑 去组合这个城市的样貌 所以其实这个真的很重要 业主也加油好吗 那除了那个 就是我刚才在问这一题 就想说 那如果在现在数位化的 这些条件下 它有没有机会 让我们未来的建筑 跟社会的需求 更能够结合度更深呢 跟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是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 就是现在的新的技术 它既然可以 汇集更多的 information 他已经可以比较从容 去面对那些所谓既定的 我刚刚讲的建筑法规 那些条件 那是不是能够 把人的因子 能够放进来 人家居住 这上面有没有可能 我现在也在做一个实验 有没有可能 像我在做那个 我其实现在在跟事务所讨论 我们现在社会住宅 在设计流程里面 那整合这些 刚刚讲复杂的设计资讯 去生成说各种不同 社会住宅的可能 那这里面 当然就有一个议题 有没有可能说 而我们的设计需求 不是政府给你一个 社会住宅的需求书里面 而是说在 比如说他开始 有住户进来的时候 他对生活的期待 他可能可以把他的 各种不同的期待 输入变成你 你生成的时候的 某一些条件 或者是一种 一种可以被满足的 所以那个 你如果前期有一个system 可以让住户的参与 或者是这个社会 对你这个社会住宅的期待 能够input变成某一种 你在设计前期 就变成一种社会对于 或是最后会住进来这一批人 他对自己生活的想象的设计条件 是什么 比如说我希望 我家外面有一个大片的绿地 我们是中庭 大家都不想去不能用 这样的时候 那这个条件 如果是大家很多人的期待的话 是不是 你在做设计的时候 这个优先顺序就会高于 可能很多 当然要符合法规 但是他的设计就不是 就是我把边边涂化 整个拉起来 然后我就留个中庭给你 事实上没有人会去用 那个地方的这种做法 那我的意思是说 事实上这些技术是有办法帮助 就是人的很多的不同的意见 能够整合成一个 是不是大家有一个公共性 更好的机会这样 对那除了这些之外 我就很好奇 因为现在其实也是老龄化的社会 就是因为我之前也看过一些新的科技 好像针对老人家 譬如说好了 现在连Apple Watch都可以侦测 你们第一个老人家走时的话 我可以透过Apple Watch 追踪他在哪里 然后现在有防跌倒的政策 如果他跌倒了 他会发一个警讯给他的家人们 什么之类的 那未来这个针对这个老龄化的社会 那数位建筑也有相对的 对应的一些策略吗 但我在做这个时候 还没有想这么 就是以那个高龄者为主 但是我之前在做有一些research 事实上跟其实很多的设计都是 那是非常细的 就是说比如说光一个厕所 那其实是对高龄者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设计 大概都不太考虑到 对有那个坎吧 对的那个坎 因为要防水 那我们觉得防水可能比跌倒还要重要 对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而事实上现在的设计很多是模组化 他经过很多 像日本相对的一些成熟 他很多模组化的设计都是为高龄者说的 以厕所的扶手啊 甚至开门的方向啊 那个宽度大小 但是最好不要是这种 我们叫90度的这种一般的门 而是推拉门对他们 比如说行动不便的时候 推拉门事实上对他们更方便 对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如果能够我们在设计阶段把它刚刚讲预阻 只是这个是模组化的 所以模组化假设它是一个工业产品 但是它已经非常成熟 可以够高龄的需要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在生成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以这种模式是被复制这样 对的方式 那可能就可以比较 就不是所有的设计都是从头开始 那所有东西都不成熟这样 所以我觉得做把这种所谓的通用式的设计 特别为高龄者的 然后让它变成那个数位可以的参数的一部分 让它可以生成跟统一化 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 就是预制化不是只有所谓的那个 最后的那个空间的预制化 或者那个技术的预制化 它可能在前期的设计阶段 就是那个所谓的设计元件符合 那个各种不同的高龄需求 对的这个东西的规则 也可以把它给变成它生成设计的时候的一个预制 这个时候数位就可以帮忙 让最后的结果它不是 就是事实上好像图画的事情 可是都不能用的结果这样子 就让这些老龄化的社会当中 它们的需求都已经先放进那个设计的条件里面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在这个 那你觉得这个数位化的浪桥之下 下一步呢 这个你觉得住宅或建筑会往哪个方向再前进 其实主持人一开始提预助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非常重要了 因为那其实是一个产业的痛点和需求 就是现在几乎是缺工 然后现在那个工地现场 大概现在也很 即使有工 那么也不太想要花这么多的 那么辛苦在太阳底下去盖一栋房子 所以那个生产 所谓的建筑营建过程的 像制造业学习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所以它会整个变成 建筑需要思考 它是一个叫做产线这样 所以产线不是说它品质就不好 或者是对人变成只是一个集体 并不是这样 而是说因为你把很多的元件 设计的很更好的 把结构 把刚刚讲的一间厕所 把所有的墙的这个 它的材料 防火 各方面考量的更好 变成一个工业化的产品的 好的东西的组合的时候 那事实上品质会大大提升 而且你把它模组化 以后 那所谓的空间的关系 跟自然的关系 那还有工业化的这种预置化产品 结合在一起让AI去统合去生成 在设计阶段就能够把它很完美的 或最优化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对建筑产业的 一个是设计过程的效率 但最后营建能够用更少的工 都大有帮助这样 所以我会乐观的期待说 这种深人士的设计的流程效力化 它会提升整个建筑品质 也同步解决现在目前的那个缺工的问题 跟建筑品质越来越下降的问题 那可是有时候我们讲到模组化 就会担心一件事情 模组化跟个性化会不会是 就是背道而驰的两个方向 是所以模组化里面的客制化这件事情 就会变成可以跟AI结合在一起 对就是你不是只有一种模组 你可能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客制化 能力是非常强的 对建筑的材料 其实我们制造业非常强 所以我们是可以把那个 即使是同样模组的 我们都可以很容易很低成本的 制造出各种不同 符合各种不同的需求的 这是台湾的强项 对当你有一千种模组的时候 差不多也就等于个性化了 你就是说一千个 一定会有挑到一个最符合你想要的 那个原件跟东西 那今天非常开心 谢谢乔浩乔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我们来聊了那么多 建筑跟数位转型的这些 这些概况 那我们也希望说 在下次节目当中 继续邀请到邱老师来 继续跟我们聊聊 更多更多数位跟建筑之间的关系 好谢谢主持人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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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